全球各地的春节氛围日渐浓郁 人们用各自的方式和习俗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城 早早就洋溢着农郁的节日气氛 当地人心目中最有年味的场景之一 莫过于舞龙舞狮表演 西卡特从小就喜欢舞龙舞狮 他不仅加入了当地的舞狮队 每年春节参加表演 还自己制作舞龙舞狮的服装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首艺人 由于疫情原因 今年马尼拉取消了大型的舞龙舞狮表演 不过一些老客户依然前来预定狮子玩偶 西卡特期待在新的一年里 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他心中的舞龙舞狮情节也能延续下去 我已经不断了 因为疫情没有状态 如果我们不断了 我们就回到正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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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就回到正常 我们就回到正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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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春快乐 在巴拿马 当地政府将首次 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 举行全国性庆祝活动 当地的华侨家庭 也沿袭着传统的春节习俗 贴符字 炸油饺 晒腊肉 早早就开始为年夜饭准备起来了 我祝大家像这个饺子一样 吃完这个饺子就 家庭甜甜蜜蜜 春节快乐 恭喜发财 而在印度尼西亚 每年的春节前夕 雅加达一些地区 一种被当地人称为 板凳鱼的年货 销路特别好 如果我们的货币 我们的货币是 大概10亿亿 十亿能ання 9亿能收啊 五亿能flo� 9亿能困 谢谢大家